在市議會的市長施政報告中 陳其邁市長首先針對 市政四大優先政策中的 加速產業轉型進行報告 他表示雅灣區的5GALOT 創新園區已經啟動 中央將在5年內投入110億元 加速園區開發 我們將會提供一個 全台灣最完整的一個場域 那也將會吸引1200億的投資 大概可以創造 根據工業院的評估 大概可以創造1萬個 就有機會 所以雅灣區對於在未來的一個 產業的一個轉型 可以說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招商方面 人物產業園區 4月底將進行招商公告 將以先進產業高值低屋優先入園 而橋頭科學園區 也已經召開招商說明會 9月將可以讓廠商選地建廠 那這些廠商選擇的原則 就是高附加價值低污染 那以及這個在整個員工的一個 薪資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更多的這些優惠 這些都會列入我們在作為選商的一個參考條件 至於空物改善和防治部分 陳市長表示已經和台電星達電廠溝通 在供電無餘的情況下加速減煤量 減煤時間和燃煤機組114年全部除役 新達電廠的燃氣機組也要求台電應該要加速興建 那興建燃氣機組完成之後 我們要求說是不是新達電廠可以在114年 可以提早一年來加速除役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會緊盯的台電 希望新達電廠能夠盡速把四座的燃煤機組全部都除役 另外在綠電換燃煤電的具體做法上 市府已經成立綠電專案推動小組 透過增加太陽能發電量 達到抵扣燃煤電廠機組的發電量 所以我也要求說以後我們高雄市 假如有綠電增加 假如我們的天然氣增加 那當然要把高雄市的燃煤電廠先關掉 不然其他的中部地區也好 北部地區也好 這些自己的能源 應該要朝向一個自己自主 區域均衡跟整個風險均衡的發展 陳市長表示高雄能源轉型五大原則是 減煤 增氣 綠電 返核區域均衡 未來將持續輔導14座燃煤氣墊鍋爐脫煤 期待能夠在120年到130年入去除役 記者李正道 賴昌邦 高雄報導 剛才沒準備 construir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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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n